你好像什麼 超級英雄 你不要害我一笑 不敢講話 嗨 大家好 今天呢 來到了我的母校中原大學 那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 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我今天又要來柴兒啦 那我今天來到的是 這家是 愛食金兒 因為柴兒我們之前有做過 那今天還有一個主要目的是 洗眼睛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交給我們的 今天的 巧手財老師 巧依 嗨 大家 那今天就麻煩你囉 好 那個洗眼睛很特別沒有做過 等一下會有什麼 就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嗎 眼睛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就是 放鬆 就是我們不要太緊張 眼睛就是放鬆自然的 閉著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好 那我現在已經 躺好好準備好 要開始柴兒 那我先大概幫你檢查一下 好 那這個的話比較涼涼的 嗯 涼一點 好 這個的話是你的耳洞口 嗯 但耳洞口的話它其實很大肌 嗯 裡面的話是你的耳朵 嗯 但你旁邊的話 它是有堆積一些耳屎的 嗯 可能你自己平常 你自己平常有在騎你對不對 就是洗完澡 會用棉花瓣挖一下 對 那因為這個的話 它有可能是被你推進去的 嗯 因為其實是耳屎 耳屎的話 它會長在有毛的這一區 哦 對 那裡面的話 它會有耳屎 就是基本上就是 越啊越進去 對 自己越推越進去 操作上面的話 如果它太靠近耳膜 嗯 那我們是不會做操作的 這一塊是耳膜嘛 是嗎 對反光的那個是你的耳膜 嗯 對 那我們0.5公分前 我們是不會做操作 因為基於安全的問題 嗯 對 那你這邊的話 看起來是乾耳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你耳洞口是非常乾淨的 嗯 那你到這邊的話 嗯 就是一樣會有東西卡在 卡在裡面 那是毛嗎 對那是毛 就是寵物的毛嗎 就是 呃有可能 嗯 對 它看起來蠻長的 呵呵 因為牆裡有毛還有狗 哦 對 它很容易會跑進去 嗯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會把它清掉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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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没做不到的放松 那我们总共有四种不同的工具 那这个是第一种 你可以感受一下 只会稍微要深入一点 还是不用太害怕 好 你怎么会太大要跟我说 好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带着口臭 坑烟臭 我觉得我带了好多东西 反正现在疫情 你 你好像什么 超级英雄 你不要害我一笑 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就是你刚刚一直敲自己手掌那边 你这样敲一整天下来 不会有瘀青或怎么样 因为它是敲有肉的地方 对那你就是可能敲一点它就会震动 所以你不会敲到很大力 是不会啦 我会重复刚刚的动作 嗯 那一般就是大概正常的就是要多久去找柴鹅是什么这样 我看你自己本身儿时它生产的多刮 对就是如果你儿时比较少的话 你可能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去谈一下这样 或是你觉得再久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其实儿时它会自然的抬出 就你可能再咀嚼或是讲话的话 它就会有就是跟着一起调缝 好好好 你知道等一下要干嘛吧 现在就是要洗眼睛啊 刚刚才有部分结束 现在要进行那个叫做银珠 银珠什么 银珠洗目 洗目 洗目 所以是什么样的人会需要这个 洗眼睛的 洗眼睛啊 对啊 它可能有化妆啊 然后长期过度有眼睛啊 也都是可以做的 我觉得现在的人 很 就是大家都需要 对啊 呵呵 因为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 所以它对那种眼压也是会有帮助的吗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眼部拉提 就是眼部的放松波茎 所以它对就是你放松 眼睛放松 所以降眼压一定有一定的效果 这动作很特别 它都在拍摄 其实脸上很多穴道 怎么按都有 嗯哼 哇这边很舒服 哦对这边很多人都喜欢这边 所以我等一下洗眼睛 它会洗 是会真的洗出脏脏的东西吗 还是怎么 呃不一定 可能有些人它当下洗它会有 那你可能这个洗完两三天 分泌物是 眼睛分泌物会比较多 是正常的 嗯 因为它主要是刺激你的眼睛 然后排出脏东西 就像有些人 女生她化妆 对 她很多会掉进去 眼线 对 所以如果今天不来洗的话 它就是一辈子卡在里面吗 也不会啦 只是比较慢排出 哈哈哈哈 我觉得跟儿时的道理也是一样 对 这个很多人做嘛 来这边 有吗 像有欸 因为它如果选到我们更多的 就是我们的 叫什么套餐 全餐啊 嗯 它就是里面也会包含这个 或是单选这个也有 因为我以为 大部分的人会比较 有什麼懼怕? 有些人會害怕 但是後來他自己洗下來會覺得說 他其實根本一點都不恐怖 但只是會很癢而已 那我就先開始幫你 先洗眼頭 好 眼睛放輕鬆就可以了 好 只是會有奇怪的感覺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他現在是可以說話的嗎? 那你什麼感覺? 那你講的話 其實這個眼睛 鏡頭上面看起來蠻 震撼 他直接拿一根東西然後再鑽你的眼睛 我有感覺喔 所以我就不敢亂抖了 眼睛是可以這樣鑽的 我以為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那個深度 你真的把他的眼睛翻過來 你有什麼感覺嗎? 喔 還好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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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剛剛這樣洗完都沒有東西跑出來 這算是正常 所以不正常的人才會有東西跑出來 應該說眼睛真的比較髒的人 他從吸眼頭的時候 他就會有那種像我們早上會有眼神 那什麼情形下才可以這麼髒 我遇過的喔 他是跟我說他在跑外送 喔 就是可能一整天他都在吸吹 對對對 所以他用的那個就叫銀珠是不是 那現在就一顆吧 一顆小球 然後開始幫你做臉部撥金的部分 所以洗眼睛就是結束了 對 接下來你就可以比較放鬆一點 有時候化妝的時候 我自己回家卸中 都會把它寫開 然後拿那個 然後放去沾 真的是拉出一條線 這很正常啊 這很正常嗎 這不是正常 因為這代表你眼睛有在帶卸 如果你都沒東西的話 這完蛋了 他剛剛都沒東西了 所以他完蛋了 不是 我是說 那 我是說這樣 我們在卸中的時候 怕大家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旁邊會有一個 自稱拉妹柴兒絲的人 我比較好 他因為他說他今天打扮的不像拉妹 所以他不想要在鏡頭裡面出現 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來這邊 看看 就是 拉妹柴兒絲的 如山真面目 這樣 阿所以可以指定嗎 可以啊 這邊是指定 指定自己嗎 可以指定 所以接下來就是最後的 清潔的部分 會用頭部按摩做結束 好 今天的體驗的課程結束了 今天就是做了柴兒 然後洗眼睛的部分 還有剛剛什麼 臉部 老師剛剛 眼部搏鏡 喔 眼部搏鏡 還有頭部放鬆的課程 這樣子 那我覺得洗眼睛 真的太特別了 沒有來洗過人可以體驗看看 不會很恐怖啦 雖然我也有點緊張 但是 其實做起來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就蠻新鮮的 然後其實那個眼部搏鏡 我覺得超舒服的 推薦大家這家愛石晶 那他們家的服務就是有柴兒 餓豬 然後 銀豬醒目 還有眼部搏鏡 跟頭部放鬆 有需要的人 記得要來喔 那你們可以選擇 看你們是要選 巧手柴兒絲 或是你們要選 辣妹柴兒絲 都可以 記得先預約 就這樣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還沒按讚 訂閱分享的趕快去 大家掰掰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來看